是最重要的那个王丹 就是内心深处的那个王丹 那王丹刚才说 这个最重要的是热情和参与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王丹来说 对于我们这些为中国人权民主 来做一点事情的人来说 这个内心的自我也非常重要 仅仅有热情有参与 有理想有行动可能还不够 那我认识的这个王丹 他一直有内心和自己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像我在我上大学本科期间 我的一些朋友 当时推动民主的那些朋友 他们就在王丹出狱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出狱 第二次入狱之前那个阶段 跟王丹有接触 但因为我当时是第二区队 所以还没有机会跟王丹见面 那见面是推迟了十年到2007年 和王丹第一次见面 一见面就喝了很多酒 我觉得王丹的酒量 看来大家是听得明白 我不用翻译的 OK的 那我再简单讲一下这个经历 我个人的经历和王丹 有很多很多相近的地方 比如说都是从东北考到北大 然后在之前也都是接受 接受共产党的这个洗脑的教育 那在北大 王丹他组织这个民主沙龙 那我们在北大那个年代 是那个校园民谣 也有很多这个民主的色彩 那而且就是在北大一年级 二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 才转变了思想 就是从一个几乎被党洗脑的 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 就是树立了为民主 为自由而奋斗的理想 在大学期间 而且在大概也就是 就是王丹回忆录 刚出版没多久 我就在北大小男们外边的 那个地摊上买到了一本 当然是盗版的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 就通过读这些书 通过就是读这个方立之啊 王丹等等 就是这些人的禁书 就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这些盗版的禁书 我们也就是 对于我们形成自己的思想 也非常有帮助 那我虽然 你跟他谈一谈吧 对 所以我个人 就像我在维园园晚上讲的 就是我如果早出生两年的话 或者我没有出生在东北 而是出生在北京的话 那1989年 死在天门的很可能就是我 所以我没有机会参与 89年的这个民主运动 但是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那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幸存者 有责任 有责任说出真相 有责任说出对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机会再说话的那些人 就是表达对他们的这个感激 那这个实际上是我在维园决定出来讲话的一个真正的动力 好 王丹你来讲一讲吧 好 我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舞台剧的制作组 然后感谢各位观众来看这个表演 那看到现场几乎满座我也当然也是非常的感谢 那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洛杉矶时间有个时差 所以为了准备这个节目很早就切来 五点半就切来 五点半的时候我这个窗外还是半黑的 所以我坐在这边等各位这个对堂开始等将近一个小时 但是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看到窗外是从那种非常细微的那种曙光 从慢慢的那种黑暗一点一点的天光一点点打亮 我们前部讲在台湾的那个三一八学运里头有一首著名的歌曲 就叫《岛屿天光》 表达的就是那种就是人民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那种希望 一点点打亮 就像我刚才在等候各位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色的一样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感动 我就想说其实我也很希望不仅是台湾的天光 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天光 包括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的天光 都能够像今天我们等候各位的时候 窗外的景色那样一点一点的去打亮 那问题是天光要怎样一点点打亮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进步 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人有尊严有自由的一个社会里 那么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种热情 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那这个恰恰是当年就大家可能在舞台记得看到 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代有的一种精神特质 就是那种热情啊 那种理想主义 那种对这个女中为生活的社会的这种担当 那我自己是个学历师的哈 我看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这种东西 那么就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考虑 即使为我们个人考虑 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活的一辈子更有意义 或者说更幸福 这样的一种时代的特质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腾标在台上讲话 我也看到他六四维员那种降化 在我心中的感动是说 有一种东西似乎是什么样的暴政也压不住的 它潜移默化地在人心中存在 然后慢慢传承下去 像八十年代的这种精神特质 我们在腾标的身上 甚至我们在更年轻的 大家知道前面就有个北京外国医学院的女学生 正在就学的女学生 在网上发表今年六四的建议 最近刚刚被拘故 那他才二十出头 你看到说政府这么多年 始终在试图压制 关于六四 关于中国民主化 关于自由的理想 这些资讯 可是他们完全做不到 这个我们就会知道 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其实很多事情的对比 不是绝对的靠拳头 靠坦克 靠国家的暴力就可以去胜 有一种东西比暴政更加有利 那就是我们心中不磨灭的希望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这个舞台最后 或者说如果当年我们做的事情 经由我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符号 作用能够扩大 传递给大家一个信息的话 那就是说 只要我们心中有希望 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就讲这些 我们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问网站跟腾标 现在香港的民族发展到一个阶段 就是有一些人还是坚持和平 或者是坚持和平 理性非暴力 但也有一些人 譬如说前两个礼拜 就有一些人冲击理法会 用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手段 香港的民主到了 到现在我个人的看法是 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头 我们应该怎样走下去 我想请问两位 对于香港现在民主派的分裂也好 不明确也好 有什么看法 黄丹先说 我当时觉得香港现在民主 受到极大的这种威胁 我们最近看 就是当局发动的 军队对民主对国家的攻击 这个我记住我在给数量尤其 我觉得其实是已经是在 香港的民族已经在危难中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香港的民主派 没有任何分裂的分线 即使团结在一期 对抗中都已经是 斯丹利在分裂的话 那么当然前提就非常不重要 我想对于所有的香港人说 不管你本土 还是其他各种不同的策略的武装 应该讨论出一个基本的底线 在这个底线上团结一致 守住那条底线 一旦那个底线被击溃的话 其实每个各自的政策诉求 都能够再收出多了 所以我觉得在既然香港的自由 平均力那时候 那么也倒不如我们来呼吁 香港各个政府派别抛弃成见 求同存异 团结在一起做最后的奋斗的时候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 对于社会运动 尤其是在街头的社会运动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没有一个社会运动 是那种温文而雅的 是那种见面就点头鞠躬的 是吧 如果社会运动是那个样子 我们就留在房间里 不要走出来就好了 走到街头上 本身就是一种比较行动性的标识 这种标识中 就会有些被认为是过激的行为 可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 就否认街头运动 否认社会运动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 民主制度本身 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包括大一致 我们也有民主派的议员 但是大一致 选出的民主派的议员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 所有的福利拿出来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所有问题 看来民主制度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 新的民主制度 理所当然的 应该包括一场爱 包括街头的运动 街头运动 街头抗争 哪怕他激进 哪怕他的行为 是一些激烈的表现 那个本身 我们应该知道 他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包括民意的这种直接 我们要想办法 用更直接的民意表达 来弥补在一起民主的部族 让我们自己走到街头去 每一个人走到街头 都是直接参与的这种表示 这是民主真正在古希腊时期 开始教给我们的 就是全民的直接参与 我要再次强调 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 接着 可是是真正的民主 我们在好好地运用 这个东西 对 我接着王丹恩的话说 我当然同意王丹恩的看法 那和平理性非暴力 这个作为一个原则 没问题 那我也是主张 这个和平非暴力 但是还有一个词叫李中克 他们告诉我 香港有一个跟李中克一样的词 我忘了 就是理性中立客观 代言号的理性中立客观 他们把稍微有一点的激烈的东西 都当作暴力加以反对 那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 像占领中环 做一种公民抗命 他当然是和平的 但是他是非法的 那我作为一个法律的学者 我完全支持公民抗命 就像我支持台湾的太阳花学院一样 那在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一句名言 叫当法律成为不义 抵抗就成为责任 所以我们要抵抗恶法 尤其在香港 这样一个面临民主政治的一个 非常紧要的关头 需要通过公民抗命的方式 来补入这个最后的希望 虽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占领中环 会持一个 他的结果会有乐观的期待 但是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拼 那香港的这个民主和自由 就很快就会被夺去 这个大陆化的速度就会加快 所以我希望香港加油 香港能够挺住 那香港的这个泛民派的分裂 也是我们这个叫轻者痛 愁者快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可能会让这个泛民派之间的这个分裂 这个更能够能够逐渐的逐渐的减少 那就是中共 白批书一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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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又又站到一起 这个这个去上下 像这个连续七天的这个疫情 那么那么都是都是泛民各派 来一起协调行动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随着形势更加严峻 随着这个当局北京的这个这个倒行逆施 那我希望能够能够让香港的泛民派 争取民主的力量能够更加团结起来 当然还有一句就是这个本土派 或者是这个港独派 那我个人 我不反对 不反对港独 香港独立 我不反对 但是 但是如果你主张港独 同时又主张不管中国的事情 不考虑北京的事情 那就那就错了 哪怕香港明天就独立 那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 还是能够能够能够影响香港 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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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香港 所以我希望 实际上说极端一点 香港的民主问题和大陆的民主问题 是是一个问题 我的工作当中会接触到很多学生 我们香港人说是九年后 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地的九年后的学生 他们总会跟你说 可能他们考虑的是工作好不好 能不能考公园或是前途 能不能加个有钱或是找个好的老婆等等 然后当你问他们公益或是民主 他会觉得 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是社会政策或是社会制度 不是由我去改变 以后你会怎么建议 但我身边能够接触到这些年轻 他可能没有经历过历史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 引起他们的思考 或是作为一个长辈的时候 该怎么跟他们分享呢 嗯 同样我先说吗 还是你先说 你先说 我自己因为我在台湾教书 其实更多的直接接触到 所谓的陆生 到台湾来的中国大陆的学生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 提的这个问题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对不对 在理想想看 对那些90后的年轻学生来说 他只是在跟你聊天 他跟你聊天 他表达他的 不管他怎么表达 他的理想性的想法 或者表达他为中国 去做一些事情的决心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他生活在中国 现在的现实环境下 他会有他内心很深深的无奈在 所以就一般聊天而言 大部分的90后 当然只会表达 这些很犬如的看法 对不对 因为他表达理想主义的看法 既有政治风险 又没有实际意义 那这个情况 其实跟1989年 我们发动学生运动的时候 之前一年 北京的情况是一样的 北大在1989年之前 即使在北大很多学生 也都觉得说了也没用 说了也白说 所以不如打麻将啊 不如准备考投资出国 你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人的心理 可是你看到了1989年 当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之后 几乎北京高校通校 所有学生都出来 那个就在仅仅几个星期前 还在讲说 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准备出国的人 结果成了第一排党场客人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年轻人 他的内心的理想 其实是在压在心底 那么他的无奈 是表达在表面上的 问题不在于他自己 而在于一个大的社会环境 如果环境使得他觉得 他说了也没有用 那他干嘛去跟你讲这些话 所以重点不在于 90后这群年轻人嘴上说什么 而在于他们心理想什么 更重要的在于说 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与其说 去期待90后 每天把理想主义的话 放在嘴上 表达的非常慷慨 不如说我们来努力的 为他们创造一个 他们觉得站出来 也有希望这么一个环境 而创造这样一个环境 需要的是不只是90后 甚至需要我们这些老兵 也需要在座的各位 一起努力的 国家的希望不是只有年轻人 我们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们也应该 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年轻人 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为他们创造一个 他们觉得讲话 也能有用的机会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天 我敢跟你报证 这一代年轻人都会站出来 所以希望你这个根本很努力 首先我觉得对年轻人也不要失望 实际上这个80后90后或者70后 这个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比如说在大陆 我们看到的这种政治冷漠 消费主义 犬儒主义 它有这个很深层次的这个社会背景 实际上1989年坦克机关枪 这个屠杀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今天的这种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 那它一开始是恐惧 后来就变成了冷漠和犬儒主义 所以它不一定是80后90后的 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有这个心理 虽然我们这一代 从我比我年轻的这些 没有看到坦克上街 但是这个恐惧是有非常大的传染性的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认识一个律师 他60岁的时候还是毛泽东的粉丝 然后我们就给他自由门翻墙软件 然后他看了几个月之后 就变成了人权律师 所以当这个信息更加充分 然后他接触这个历史的真相更多 他就这个觉悟的速度 会很快 那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现实 我们跟他讲道理 你讲各种道理 你说你今天不出来说话 总有一天你没有机会说话 等等 这些道理实际上都是很弱的 真正的是现实 在中国大陆经常有一些大的热点事件 像毒奶粉 像新公民运动 或者刘晓波 林八县长等等 每一个大的热点事件 都会让一大批人 几万几十万 甚至更多的人觉醒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这些人会一直会睡下去 那当然香港或者其他的开放社会 这个问题会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有很多政治冷漠 这个犬儒主义 但是这个危害不大 但是到了今天香港面临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要尽最大努力 去告诉他们 香港现在面临如何紧迫的一个时期 如果是平时一个选举 一个普通的投票 那不参与也无所谓 但是现在香港面临重要的历史关口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的观众想问一些问题 您好 我想问 因为25年是一个挺长的时间 那您是怎么继续自己的热情 还有坚持呢 其实我 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 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首先我要讲说 如果25年来不管我是坐牢还是流亡 那我当然从政府内部到海外华人 见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中国有句话叫春江水晚 压仙芝 意思是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就是我所见到的人 你跟他的接触 你的感受 其实内心里支持我们的绝对还是大多数的 真正认为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叛国呀 就是要把中国搞乱呀 真正复合共产党那种说法的人 不管他嘴上怎么讲 心里想法我是有个判断的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 不管在监狱里 在流亡生活中 其实我感受到非常强大 深厚的 这种对中国的做小民族的这种支持 那我觉得 有这么强烈的支持在我没有任何的放弃 因为我知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反正我自己是个学历史的 我知道历史是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不可能结果那么快的呈现 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所以第二点支撑我 能够坚持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 也是我很希望我的学生们 或者更年轻一代的青年人 能够去祭福的 那就是说 我自己心态是这样 我觉得二十五年 好像一九八九年到现在二十五年 回首过去的话 坦率想我也不觉得我们做得多么好 对吧 如果我们做得非常好 那可能现在六四早就平凡了 中国就民族化了 可是我并不会为此脸红 而且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我也为什么说 虽然做得不好 我还会骄傲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曾经努力过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大潮 加上国家暴力的裹挟 双重的坦加下 其实在中国的现实 还能够坚持理想主义 还能够为一个理念去做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坦率讲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们没有放弃 我对我自己 我觉得是问心无愧的 我还是觉得对于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体制 就是为了一种 理想性的东西 可以去坚持 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 如果说我们希望中国 能够更勤大 必须要去培养公民素质 就是这种能够坚持 为了一个理想去做 那二十五年来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有做到这一点 我就心满意醉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参加这场民主运动 要去争取的东西 就是培养这样的公民素质 所以如果我要放弃的话 其实我等于就放弃自己的理想 那我只要每天坚持 还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投入民主运动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的意义不在结果 而在于这个过程 谢谢 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 因为王丹坚持了25年 我只坚持了11年 我开始做这些革命工作 是从2003年开始的 那简单回答语 也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或王丹式的理想主义 第二点呢 有的时候我更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 就是在中国和这样一个强大的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 做斗争是非常快乐的 虽然很危险 这个被停客 被吊销执照 被关 被打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悲伤的 像战友们一个一个的被打 进监狱 判刑 但是更多的时候 当我们战斗的时候 是非常快乐 这内心是非常快乐的 当我被警察气急败坏地抓起来 不让我出庭或者把我从法院 这个从这个法庭这个扔出来的时候 那我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因为我 因为这个时候 我我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让这个这个政权 这个这个这个发怒了 让这个政权花那么大的力量 这个去去看我 去去去收拾我 所以这个 而且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律师记者 作家跟我们站在一起来来奋斗 包括包括年轻人 那那当我们这个投入到这个战场的时候 这个在在法庭上 在街头上 在在游行 这个这个虽然没有香港这么大规模的游行 但是我在在国内也也组织过很多这个游行 有的时候我们不敢管它叫游行 叫围观了 打酱油了 但是但是这个时候 当你当你和一个一个不正义的一个一个政权抗争 而且有的时候还像像孙志刚事件 像像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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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案件 我们能够把它搬回来 那在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成就 那这个时候就更更快乐 更有更有成就感 所以所以跟跟王丹的这个这个这个 是说的是一回事 就是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 而是而是意义 而是这个过程 意义在过程之中 谢谢你 那我们再一个同一个 同王丹说拜拜一些 好不好 谢谢王丹 谢谢王丹 要保持自己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有机会了 我说最后一句话 听到吗 听到 那我其实想说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就是大家也看到这个舞台剧 那么回顾过去1989年 我刚才有讲 就是回顾过去 我的问心无愧在于说 我们曾经毕竟 不管做的好坏 我们毕竟曾经努力过 对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和骄傲 那今天其实香港的民主 我觉得也在危难中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期待你们大家对自己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期许 就是多年以后 你们面对你们的子女的时候 你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不管怎么样 你们也曾经筛动过 你们努力过 你们为香港打过美好的一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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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我想大家给点鼓励 就是我身边这位朋友 就是 就是 叫大家买票 我肯定他是有这样说的 再一次多谢你们 帮我们填兴点 帮我们教育来看 多谢你们 谢谢大家